I welcome Lesthot, Netanelle Rice, CEO of Lesthot. Lesthot is focused on rapid detection of contaminants in drinking water. 我现在欢迎感谢 Netanelle Rice 先生,Lesthot的 CEO, Lesthot的继续可以快速的检测引用水中的污染物, 让我们欢迎他,issa Milit морmo 가지고在当夜的糖尾les 抱歉,现在早上好。 中国下午好 那这位是李士兜的这个首席执行官 以及联合创始人 Nathanae Rush先生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他们李士兜这家 那我们知道全世界都面临水质的这个问题 包括印度包括美国以及其他地方 在饮用水中有污染 那这也是下世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那李士兜的致力要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 那李士兜的这个技术呢 大家看到这个图左边 就是这个水滴型的这个设备 那它是像钥匙圈的大小 那在两秒钟就可以告诉您 这个水能不能喝 而且它是完全不需要接触水的一个技术 那之后可以连接他们的这个应用 那可以透过蓝牙或是 最新的版本会是NFC的协议 那从这边会跟他们的数据库 以及全球水质的地图连接 那他们的这个技术也广受认可 也是受到很多重大的这个媒体的报道 那因为他们这个技术用这么小的仪器 然后不用接触水 这么短两秒 而且它是价格非常实惠的这样子的一个设备 就可以让您知道这个水能不能喝 是非常大的一个突破 那我们知道水是重要的 水资源是重要的资源 那如果能够掌控水的 它其实掌控的 或者是就是这个全世界以及未来 那他们一开始是先来开发技术 那开发他们的传感器 以及开发他们的这个第一代的手动装置 那今日呢他们的这个装置已经在全世界都有使用 那他们现阶段 以及下一个阶段是要做全世界的这个传感器的这个布局 就不是只有手持的这个装置 那也透过装载在水管上的固定式设备 去做持续性的监测 那最终是要建立这个线上全球的水质地图 那再来是他们的工作原理 这是技术的核心 是因为他们发现了一个现象 就是说水呢 如果跟其他的物质交互 它会产生电场 那通过这个电场的不同 他们就可以知道这个水是干净的 还是受污染的 那技术部分它不会太细强 但是现在请大家看这两张图表 左边是含有铅的水 那它的这个下面的绿色这条线 它的这个电场 就没有右边的这个干净的水 它的电场来得大 那再来他们把这个传感性夹在 他们开发的这个TexTrap 这个水滴型的装置上面 那这个装置已经经过验证 在全世界使用 那是第一次首度可以实时地探测 水中的细菌 中金属以及化学物质 而且不用就是接触水 那大家可能说 这是你自己在变魔术 这不是真的 对他们他们把这个技术 以及这个设备 到第三方实验室去做检验 在全世界的这个检验单位呢 还包括就是麻塞苏州的 这个理工学院的这个检验 那证实这个技术是真的可行 这是他们全球的这个用户 那可以大家可以看到 他们已经真的是全世界都有 在使用这个设备 那他们也非常频繁地收集这些数据 那每次客户他在检验之后 他打开这个应用 就可以把这些检验的结果上传到他们的这个数据库 那全球已经有几千的客户 做这样子的这个数据的上传 所以说 里士特他们这个目的 他不是光是只有给这个终端用户的 终端用户你看这水能不能喝 这非常重要 那另外一方面呢 也就是说透过这些实验的数据的收集 他们可以知道 可以分析这个全世界水质的这个问题 可以让就是水务公司 或者一个国家 一个城市 或者全世界 大家第一次可以实施知道水质 可以去做适当的处理以及管理 对那已经有非常多的这个用户的使用 让他们对于全球的水质都非常的清楚 那可以继续不断的优化他们的产品 那预计明年呢 可以达到几百万的用户 那这样子遍布全球 他们就可以知道他们这个设备 对于所有的这个水的形态 以及所有的这个污染物都适用 那这个是前面提到固定在水管上的产品 那预计明年部署 那这样子部署在水管上之后呢 就是他可以自动的监测的水质 而不需要人工去监测 对那比如说呢 那今日如果要检测水中的大肠杆菌 需要一天的时间 那透过这个设备 只要两秒钟 所以这个差距是非常大 以及带来的这个转变是非常颠覆的 那我们知道如果要一个颠覆一件事情 你要改善一个东西 你必须要从这个传感开始 就是布局传感器 那比如说国内 今日的这个空气质量提高 就是因为有很多就是空气质量 探测的这些仪器的部署 那希望他们这样子的水的探测的这个仪器 那可以在国内落地 那比如说政府可以来部署这些水质的探测器 来借而进一步的这个实时的监测 以及提高质量 或者说终端用户 在家里有这些侦测水质的这些设备 那也会推使水务公司或政府的这些事业 来使用这些技术 那也会想要应用这些技术 对那再来是数据的问题 那我们知道全世界最有价值的这个公司 都是掌控数据的公司 对所以如果理事实 它其实产品本身 它是一部分 那另外一部分是透过这个数据的收集 以及数据的拥有 而做数据的分析以及交换 那透过这样子数据的这个布局呢 可以让他们在市场取得更佳的定位 对那如果要谈到就是商业的层面的话 他们正在国内寻找非常好的合作伙伴 那因为就在国内掌控数据 这些数据的问题是需要政府的这个许可的 他们在找这个伙伴 是可以在这边帮助他们 以及共同合作的 那再来是讲他们专利的部分 他们已经拿到了三个三项美国的专利 那其他的专利也正在申请 那中国的专利也在申请中 那讲一下他们的这个团队 那他的另一个伙伴就是联合创始人 是这个Alan Bauer博士 那他本身是哈佛生物化学的这个博士 那他们这个公司呢 从完全零的这个点子开始 到把他们的产品推销全世界受到全世界使用 他们是非常觉得 这个成果是非常有目共睹的 那最后一页就是谢谢大家 那中以关系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 那他非常高兴这个关系也在日益更加的紧密 那中以两国的人民有共同的这个历史 那也会有共同的这个未来 谢谢 那他们也在国内寻找对的合作伙伴 就是跟他们可以一起来建立中国 里士豆分公司的 他们也会大力的支持 那其实已经有跟非常多中国公司接触 但他们还尚未就找到 他们认为对的这些合作伙伴 可以在国内拓展这个业务 以及把这个技术带到中国 屏幕上有他的电邮 那除此之外也可以透过 Daniel或Bellock与他的联系 那非常感谢大家 那希望日后有合作 谢谢 我们现在问的环节 如果大家有疑问的话请提出 其实 其实 按照你的业务 plan 你的目标是业务业和客户市场 可否介绍你更多 你的客户市场的销售 例如 如何吸引客户市场 想要买你的产品 在未来的 所以刚才是关于用户获取的战略的问题 那怎么样吸引客户购买他们的商品 那他们明年会在 CES电子消费展来贩售 那除此之外 他们跟美国的这个当地的公司 有合资公司来做经销的这个部署 那他们的这个终端用户呢 除了比如说还有食品的制造 饮料的制造厂或者说餐厅 对因为我们到餐厅 他们如果给我们一杯水 如果这个水有问题的话 我们不会认为是水源的问题 我们会问人说这个是餐厅不卫生的问题 对所以对于餐厅啊 还有这些饮料制造商 他们会有这个兴趣 那再来是说 对于这个企业用户的话 那包括水务公司啊 他们提供这些水务公司 以及专业的机构 一个更好的这个检测 而且已经更实时的检测 不会说以前可能是要 每个月才做一次检测 现在是每个小时 甚至更短的这个间隔 都有一些的水质的测验 不都会上轱了 全部的检测 那就进入那个好几个小时 那边是什么 对于这些人 也是知道渭泽了